你敢相信 有言有钱的刘亦菲 上学时竟一直遭到霸凌 更可气的是这些霸凌刘亦菲的人 竟然在网上骄傲地炫耀 自己小时候揍过刘亦菲几次 语气侵略丝毫不尊重人 这名网友在网上吐槽 小时候揍了刘天仙几次 现在想看他还要开会员 被网友口注笔伐后 还无所谓地说 可我已经揍过了呀 小时候干过的事又不能改变 顺便还公布了刘亦菲家的地址 呼吁大家来这个位置买别墅 跟刘亦菲当邻居 她的话引出更多欺负过天仙的人 他们说刘亦菲小时候就是万众瞩目 老师们都喜欢她 有什么活动都让她上 太出风头引起学生的嫉妒 私下都欺负 排挤她 直到出国才逃离这样的环境 这件事迅速发酵 引起热议 刘亦菲并没发生回应 反倒是网友群情激愤 怒斥校园霸凌的行为 不管什么年代 在谁身上霸凌这件事都极其恶劣 而且这些施暴之人不以为耻 反倒引以为荣 如果曝光属实 回对遭遇霸凌的人造成二次伤害 其实刘亦菲遭遇的校园霸凌远不止这些 即使出国她也被同学欺负 多年前接受采访 刘亦菲曾讲起自己读书时 遭到几个韩国女孩的霸凌 上课扯她的头发 拿笔在她身上乱画 有几个韩国女孩 总之跟我为难 我特别特别郁门那段时间 没有 我就真的上课做得好好的 然后后来突然就 那个女孩过来撑我头发一下呀 然后拿那个笔在我身上 花什么东西呀 然后我们那帮朋友 和他们那帮话就吵起来了 但是我们这帮 基本是比较文明的 也没动手 我自己没办法 把我和打架 和称致联系在一起 刘亦菲能做的 也就是跟他们吵一架 然后告诉校长这件事 霸凌者受到的惩罚 是一个星期不能上课 第二天我就跟校长讲 然后他们马上 下一档也来了 也有一个星期的 出份就是 不要上课 都以为刘亦菲含着金汤池出声 又有外貌加持 一定像小公主一样处处受宠 没想到她也遭遇这么多校园霸凌 跟她一样被霸凌的明星有很多 你知道马思纯为什么要眼泥罢了吗 是为了弥补自己被霸凌的青春 马思纯曾讲述自己的校园生活 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我觉得就是 到了地狱了吧 初中时她长得有点胖 班里有个女生带头嘲笑她 排挤她 看见马思纯跑得快 就取笑她说长那么胖还跑那么快 女生还用排球砸她的脑袋 等着看她暴跳如雷 身材羞辱还算轻的 马思纯去北京后 经常给朋友写信 可一直等不到回信 好像朋友根本没收到一样 后来马思纯才发现 这个嘲笑她的女生 总会把她写的信提前拿走 当着全班的面朗读 给皇后寄信都寄不到 后来才发现 她就提前把我那个信拿走 然后她在班里朗读 还有更可怕的 这个女生会往她喝的饮料里加东西 有一次马思纯一罐可乐没喝完 随手放在抽屉里 下午来了继续喝 一个女同学目睹过程后 实在不忍心告诉了马思纯 剩下的可乐里掺杂了粉笔灰 抹布水和拖把水 严重的意思是 把我喝的饮料 可乐给你灌了 抹布水粉笔灰 以及这个欺负她的女生 都成了她不自信的开端 她尝试求助父母 却没有得到父母的关心保护 还觉得是马思纯小题大做 告诉老师后 老师让两个女生给她道歉 马思纯哭着问他们 为什么这么对自己 对方不耐烦地回答 这些经历让马思纯留下阴影 没有以前阳光开朗 甚至在对待感情 也把自己放得很低 在男友面前态度卑微 和欧豪分开不久 她在一档节目中 被问起有没有爱过 忽然放声大哭 不是相爱的人就能在一起 很多人只能痛 不能够干 早期被霸凌 出道后因为忽胖忽受被嘲笑 和欧豪无疾而终 种种因素下马思纯得了焦虑症 严重时会呼吸不畅 身体发硬 情绪崩溃 记忆力减退 拍戏时他经常记不住台词 和朋友约定好探班 四个小时后看见朋友收工 才想起来这些事 其实2017年 马思纯就确诊了焦虑症 一直靠吃药维持 好在马思纯逐渐看看了 在被嘲讽时 他学会自己先拿自己调侃 学会不那么在意别人的眼光 还记得那个因为霸凌 跳楼自杀的童星邵一卜吗 他原本前途一片光明 和邓超杨幂 段一红等一线大牌合作 拍过《祝梦情缘》 银河补习班等热播剧 深受观众喜爱 邵一卜不仅演技好 学习成绩也很优秀 拿过不少奖 还多才多艺 擅长舞蹈画画等 按说这样优秀的孩子 在学校应该很吃香 可邵一卜不仅不被同学喜欢 还遭到严重的排挤 霸凌 母亲也是在接到班主任的电话 才知道女儿被同学孤立了 班主任说 邵一卜在学校为人处事太骄傲 觉得自己厉害有点挑了 没人愿意跟他交朋友 班主任还说 邵一卜出言不逊 说男同学娘炮 嘲笑同学成绩差 母亲非常震惊 她一直觉得女儿乖巧善良 怎么会做这种事 震惊至于母亲向老师保证 会了解情况 让邵一卜向同学道歉 可回家一问孩子 邵一卜立马崩溃大哭 她这才说出这些年的痛苦遭遇 所谓的嘲讽同学 都是别人诽谤造谣 三名同学带头霸凌 用不堪入目的话骂邵一卜 他们亲口对邵一卜说 是因为她总是被老师表演 心生极度才会针对她 带头霸凌邵一卜的同学 也承认做过这些事 母亲心疼又气愤 要求学校彻查此事 施报同学道歉和写保证书 没想到这加速了邵一卜的死亡 事情闹大后 同学更加仇恨邵一卜 变本加厉的欺负她 终于在2021年邵一卜再也受不了了 从六楼一跃而下 之后被送进SE抢救 索性她被救回一条命 但身体受损严重 再也不能正常行动和进食 心里更是遭遇严重创伤无法愈合 杨毕走红前也遭到过霸凌 但她用高情商化解了矛盾 有一些我听她说过 有一些排挤 你是明星 我们都是主动的同学 就是主动的跟这些同学啊 给他们介绍什么小广告啊 拍广告拍杂志啊 可毕竟不是谁都有杨毕的情商 很多遭遇霸凌的孩子年纪都很小 根本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想要不被霸凌 一定要勇敢说不 而这些世报者不管年龄多小 都不值得原谅